出租操房住宅的三樓窗戶 不斷冒出浓烟 目警民众赶紧打119 但这时一名男子突然从高处坠落 怦然巨响把附近住户吓了一跳 男子坠楼时意识还清楚 热心的民众还为他撑伞 遮阳 但在送医前 男子突然失去生命迹象 警消紧急为他CPR 经过急救还是宣告不治 警消调查 这栋住宅整栋都是出租套房 当时三楼的43岁理性男租客 疑似活警情况危急 从三楼窗户跳下 和他一起坠落地面的电风扇 也砸得稀烂 警方强调发生火灾时要关门或用毛巾衣物 塞门缝防止火烟进入 并前往离火烟最远的阳台 或有窗户的房间避难 千万别花时间收拾贵重物品 或用塑胶袋套头 这样反而会影响视线阻碍呼吸 最重要的是不要冒险跳龙或跳窗逃生 很容易造成生命危险 最好就是冷静 躲在安全处等待救援才是上策 黄志新闻黄嘴谢谢宗 罗戴章台中报道